替全国两会做准备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26号起一年两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备受国际关注的是 通过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案 赵乐际指出 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 明确保密工作基本原则 进一步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和监管措施 大陆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重点 包括进一步规范定命权限 工作秘密被纳入考量重点 以及完善涉密人员离职管理 涉密人员离职后 单位机关必须展开保密教育 清除涉及机密的软体文件 并实施脱密其管理 这段期间不得违反规定就业和出境 西方学者对此评论 大陆决策者还是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看得比促进经济成长更重要 原先外界预期会议结束后 将公布新任外交部长 但最终没有相关人事讯息 但从2023年6月 就消失在公众面前的前外交部长秦刚 名字却在会议后出现在官媒上 新华社报道 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资格遭到终止 这是秦刚即2023年7月 被免去外交部长 10月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后 最新的相关变动 外界评论 这消息似乎是官方有意对外澄清 秦刚身亡的传闻 两会时间进入倒数 北京维安升级 从26号起到两会会议闭幕 进入北京的邮件快递 将进行二次安检 否则不得投递 此外官方也明定 会期间3月2号到13号 运载危险化学品车辆 禁止在北京行驶 TVBS新闻张家宝林敏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